我在聯合報上面有一個專欄 然後是寫3C跟消費者關係的一些東西 還有科技應用等等 然後每兩個禮拜就要被編輯追的找出一個題目來 那我這個禮拜寫的題目是這個 為什麼寫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家裡有一位長輩 我常常出國帶了很多那種科技血壓 智慧血壓劑、智慧體重機 然後交給他 然後他很自然而然就習慣使用 IOS裡頭的健康來記錄自己的血壓、體重 然後他做完健康檢查之後 他都不是會拿到一份健康報表卡 他就說你可以幫我把他輸入進去 我說他怎麼辦 不好意思 那怎麼辦 我只能一個一個key in 進去 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 講說在IOS 他在他的健康APP裡頭 他在IOS11之後 他多了一項功能 你可以輸入所謂的CDA HL7 CDA格式的病例資料 然後這個東西在之前 11.3的時候 開放跟美國12家 各私人醫院合作 你看完病之後 你會收到你的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病例 輸入到這個裡頭 然後我想了一下 難道只有美國才這麼先進嗎 然後我就問了一位朋友 他之前他在那個 他就在公立醫院做這些資料的資訊服務 他想說事實上我們台灣推動這個 電子便利已經大概20年左右 而且做的一項都很好 你說這些格式 全部都是我們採用的東西 但是你要取得這些東西呢 要透過健保 那我之前在這邊提Emoji的案子的時候 就有回覆我朋友說健康存者 他說健康存者 我到這個時候 我才知道健康存者是什麼東西 原來他是一個你可以把自己的看病的紀錄 透過健保卡認證之後下載下來 那他應該也是XML格式 CDA HL7 那我 我有事的去申請 但是不好意思我沒有讀卡機 好然後 當然我也可以申請 然後我要跑到健保 就是健保的辦事一定要去申請的時候 我發現我這六五月沒有生過病 所以我沒有資料 所以我這個案子我需要一個 我需要有 有生過病 然後最好有健康存者帳號可以提供DATA來試試看 因為Apple寫得非常雲淡風輕 就是你只要有這樣的資料 你就可以把它匯入到健康裡頭 但是事實上 因為我沒有資料 所以我沒辦法做 那在美國呢 他們是有一個Blue Button 就是你可以 要下載自己的這些資料 然後就可以輸入進來 那台灣這邊相對之下 可能客資法等等會變得比較麻煩 那我現在很需要就是說 如果說有 有衛服部的朋友在場 或者是有申請過健康存者的朋友 或者是iPhone user 或者是iOS developer 大家可以談一談說 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一份 sample data 然後試的把它輸入到健康裡頭 因為我覺得在美國的話 它應該是 它這個東西是跟私人診所合作 那台灣有健保這個體質 是讓我們應該已經做得很好的 然後如果大家能夠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健康App 看到視覺化的個人健康資料 我覺得會更好 對就是大家不要做到就是那個 不養生 不看病 然後不在乎個人身體狀況 時間到了自然程度 好 謝謝各位 謝謝